马可福音六章七节十二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也赐给他们全柄 自伏乌鬼 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 赐给他们全柄 原文的实态可能是表示耶稣 持续的在整个步道的过程中 赐给门徒自伏乌鬼的全柄 也或者可以表示耶稣连续的一对一对的 把全柄赐给门徒 全柄可以翻译成全柄或能力 耶稣当年赐给十二个门徒的全柄 今天他也同样的赐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两个两个出去 这种两人一组的行动方式 在犹太人当中似乎是相当普遍的习惯 这种外出的方式 除了有伙伴的意外 可能也有彼此为证的作用 这提醒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 团队侍奉的重要性 出去是简单的过去分词 表明是持续不断的出去 不是一次性的行动 在今天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 很多教会的门关起来了 基督徒也被迫关在家中 似乎病毒把福音的工作也阻挡了 但是其实这时候正是我们传讲福音最佳的时机 末世的临近 主要快来 悔改信耶稣得永生 这些都是今天人们所需要的信息 所关心的问题 但愿神的儿女都兴起 勇敢地走出去 传讲天国的福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